上级我们说到 在黄文秀的努力下 百尼村的脱贫事业越干越好 就连武叔看了 都想要利用陈立林的贫困后名额 来养猪赚钱 虽然黄文秀不同意 但是也因此 让他打开了做养猪合作社的新思路 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黄文秀也越来越担心 住在山上的陈爷爷的安危 眼看着雨下的越来越大 黄文秀也不再坐以待毙 于是叫上大家都穿上衣衣 赶紧去看看 上面的陈爷爷是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正在努力地劝陈爷爷下山中 可是陈爷爷十分倔强 非要在山上住不可 大雨中 几人的争执声此起彼伏 甚至还在摇摇欲坠的房前 拉拉扯扯 好在黄文秀带领众人及时赶来 并不顾危险地冲进危房里 争分夺秒的就出山娃子 几人刚刚来到外面安全的地方 陈爷爷的房子就塌了 好不容易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结果半路上 却被一棵倒掉的树给挡住了去 为了让大家尽快回到村委会 黄文秀决定带领大家中途汽车 直接徒步回村 而另一边 蒙昌龙刚打完点滴 就从老婆的口中得知 昨晚发生的事情 蒙昌龙听了直接拔掉针 不过老婆的劝阻 非要去山上看是什么情况 而此时的黄文秀 正陪着岑爷爷和山娃子 给岑奶奶烧纸 蒙昌龙慌慌张张地跑去找黄文秀 看到黄文秀的伤口 蒙昌龙也突然对自己这段时间以来 消极的工作态度感到后悔 面对蒙昌龙的反省 黄文秀不仅不批评他 甚至还表扬他前期的工作 完成得非常地好 昌龙哥 现在你们致富带头人 应该想的是 怎么样公固跟扩大成果 让脱贫的群众 千万不能再反平 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 听到黄文秀说这样的话 蒙昌龙心里也非常清楚 成立琵琶合作社迫在眉间 可是如果按照烟草合作社的价格来做 那么他就真的亏得血本无归 黄文秀也非常清楚蒙昌龙的难处 于是 他提议蒙昌龙直接开展新的销售渠道 只是蒙昌龙深知其中的难度 经过反复的思考后 他还是拒绝了黄文秀 这一天 李世超替贫困互定的压苗终于到了 可是不管罗姐怎么给李世超打电话 李世超都一直是关机打不通 龙战山吩咐罗姐继续联系李世超 而岑福爱也在这个时候 借着拿快递的借口来到了这里 岑福爱听着罗姐口中所说的家庭合作社的事情 心里也越来越不服气 于是 他悄悄带着要来到了快递里 想要下药让压苗全部死掉 可是事到临头 岑福爱还是没勇气下手 最后只能带着要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 谁知 他刚一回家就碰上了蒙昌龙 蒙昌龙看到岑福爱一脸慌张的样子 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不对劲 蒙昌龙看岑福爱的手一直揣在兜里 就一把抢了过来 也因此发现了岑福爱准备的药 岑福爱生怕被蒙昌龙怪罪 忙说自己只是想要破坏黄文秀 创立合作社的计划 可是蒙昌龙却早就已经气得不行 他失望地看了一眼岑福爱 然后就赶紧出门 直奔快地点 与此同时 一直在悉心照顾鸭苗的黄美莎 也意外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戏的鸭苗 蒙昌龙看见这幅场景 即得赶紧让黄美莎指出 发现生病的鸭苗的蓝框 岑福爱真的没有对鸭苗下手吗 面对妻子的所作所为 蒙昌龙是否会包庇他的行为呢 而出了问题的鸭苗 又是否会对其他鸭苗产生影响呢 让我们下集接着一起看